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 每次总是这样的 每次总要等到满天里那些亮晶晶的星星 一颗一颗渐渐暗淡下去的时分 它才靠在新公园荷花池边的石栏杆上 开始对我们诉说起它的那些故事来 或许是个七八月的大热天 游野的人在公园里久久流连不去 于是我们都在水池边的台阶上绕着池子 一个踏着一个的影子忙着在打转转 浓热的黑暗中 这里浮动着一柳白发 那里晃动着一颗残突的头颅 一具勾楼的身影 急切地探索地穿过来穿过去 一直到最后一双充满了欲望的眼睛 消失在幽冥的树丛中 我们才开始我们的聚会 那时我们的腿子已经酸皮的抬不起来了 我们都称他教主 原始人阿雄说 他们山地人在第一场春雨来临的时节 少男都赤裸了身子 跑到鱼里去跳祭春舞 每次总由一个白发白须的老者掌谈主祭 那次我们在万华黑美郎家里开舞会 原始人阿雄和醉了拖得斥惊 跳起他们山地人的祭春舞来 原始人是个又黑又野的大孩子 浑身的小肌肉筷子 他奔放地飞跃着 那双山地人的大眼睛 在他脸上滚动得像两团黑火 我们的导演教授莫老头说 阿雄天生来就是个武侠明星 我们都看得着了迷 大家吆喝着 撕去了上衣赤裸了身子 跟着原始人跳起山地的祭春舞来 跳着跳着 黑美郎突然爬到了桌子上 扭动着他那蛇一般细滑的腰身 发了狂一样 掀起他小公鸡似的嗓子 喊着宣布道 我们是寄春教 除了他 你想想还有谁够资格 来当我们寄春教的教主呢 当然 当然 他是我们的爷爷辈 可是公园里那批夜游神中 比他资格老的 大有人在 然而他们 猥琐 总缺少像教主 那么一点浮重的气派 因为教主的来历 到底与众不同 三十年代 他是上海明星公司的红星 这都是黑美郎打听出来的 黑美郎专喜欢往那些老导演的家里钻 拜他们的太太做干娘 黑美郎说 墨片时代 教主红遍了半边天 他看过教主在三校里 是唐伯虎的剧照 你们再也不会相信 黑美郎做做的 咧开嘴巴 眼睛一翻一翻 好像喘不过气来了似的 可是教主只哄过一阵子 有声片子一来 他便没落了 因为他是南方人 不会说国语 穆老头告诉黑美郎 当时他们明星公司的人 都取笑教主 叫他照片小生 朱燕 那天晚上 在公园水池的石栏杆边 我们赶着教主 叫他朱燕时 他突然回过身来 竖起一根指头 朝着我们猛摇了几下 朱燕 朱燕吗 他早就死了 我们都笑了起来 以为他喝醉了 那晚教主确实醉得十分厉害 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 捧得一柳一柳的 在风里直打颤 他紧皱着眉头 额上那三条皱纹线的 欲更深了 你看过吗 一个人的皱纹 竟会有那么深 好像是用一把尖刀 使狠劲滑出来的 三条 端端正正 深的发了黑 横在他那宽松的额上 高个子 宽肩膀 从前他的身材 一定是很帅的 可是 他的背像 已经勾锤了 已经裹着他那件 人子泥灰旧的秋楼 走起来 飘飘夜夜 透着 无限摔洒的意味 可是他那双奇怪的眼睛 到底像什么呢 在黑暗里 两团碧莹莹的 就如同古墓里的 长明灯一般 一镜 焚着那不肯消灭的火焰 你们笑什么 他看见我们笑作一团 对我们和温道 你们以为自己就能活得很长吗 他走过去 把原始人阿雄的胸膛戳了一下 你以为你的身体很棒吗 你以为你的脸蛋长得很翘吗 他竖的搬起了黑美狼的下颗 你们以为你们能活到四十 五十 有的人活得长 那像他 他指着公园围墙边一个摆策字摊 正在合着眼睛点头打盹的老头 他可以活到胡须拖到地上 脸上只剩下几个黑窟窿 还在那里活着 可是朱燕死得早 民国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年 朱燕只活了三年 他掐着指头冷笑了起来 唐伯虎 他们个个都赶着叫他 可是洛阳桥一拍完 他们却说 朱燕死了 他们要申报宣布朱燕的死亡 艺术生命死亡的演员 他们把他推到井里去 还要往下砸石头呢 活埋他 连他最后喘一口气的机会 也不给 他说着 突然双手插住了自己的脖子 眼睛凸了出来 猴头发着恶恶的乌液 一脸紫杖 神情十分恐怖 好像真的快给人家恶断了气一般 我们都笑了 以为他在做戏 教主确实有戏剧天才 无论学什么 都逼真逼笑 黑美郎说 教主原可以成为一个名导演的 可是他常酗酒 而且一身的傲骨头 把明星都得罪了 所以一流骗子 总也轮不到他去导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教主放开了手 对我们喊道 小老弟 你们没有尝过让人家活埋的滋味 那就好像你的脖子给人家掐住了 喊不出声音来 可是你的眼睛却看得见他们的脸 耳朵听得见他们的声音 你看得见他们在水银灯下 拿着摄影机对准了你摄 而你呢 你的脉搏越跳越慢 神经一根根 马死 眼睁睁的 你看得你的手脚一块块烂掉 所以我咬紧了牙关 对我的白马公子说 孩子 你一定要替我争这口气 江青是个好孩子 我实在不能怨他 洛阳桥在上海大光明开眼的那天 静安寺路上的交通都给挤断了 当他骑着白马 穿着水绿的丝绸袍子 在荧幕上一亮相的那一刻 我在戏院里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心中喊了起来 朱燕复活了 朱燕复活了 为了重拍洛阳桥 我倾家荡产 导演他的时候 有一次我把他的脸上打出了五条血印子来 可是有谁知道我心中多么疼惜他呀 朱燕的白马公子 人家都叫他 江青天生来是要做大明星的 他身上的那股灵气 小老弟 你不要以为你们长得尊 你们一个也没有 教主朝着我们一个个指点了一轮 当他指到黑美狼脸上时 黑美狼把嘴巴一撇冷笑了一声 我们都大笑了起来 黑美狼自以为是个大美人 他说他将来一定要闯到好莱坞去 我们都劝他定做一双高跟鞋 他才五尺五寸 好莱坞哪里有那么矮的洋女人来和他配戏呢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 教主突然一把捉住了原始人阿雄的膀子 阿雄吓了一跳 笑着挣扎了起来 可是教主狠狠地抓住他不放 白发蓬蓬的大头雷到了阿雄脸上去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孩子 我说 你是个天才 千万不要糟蹋了 第一眼我就知道林平是个不祥之物 那个小妖妇抛到地上连头发也没有伤一根 而且他还变成了天衣的大红星呢 他呢 他坐在我送给他的那部跑车里烧成了一块黑炭 他们要我去收拾 我拒绝 我拒绝去认领 那堆胶肉 不是我的 白马公子 教主的猴头好像耿住了一块骨头一般 一流露的渐渐语言不清起来 烧死了 我们都烧死了 他喃喃地念了几句 他那双碧莺莺的眼睛闪得跳出了火星子来 阿雄挣脱了他 喘着气赶快跑回我们堆子里 教主已在石栏杆边 微微垂下了头 一大柳花白的头发跌挂了下来 他身后那轮又黄又大的月亮 已经往公园西边那排椰子树后 冉冉的消沉下去了 池子里的荷花叶香气越来越浓 黑美狼点起了脚尖 张开手臂伸了一个懒腰 嗷嗷地打了几个哈欠 我们都开始有了睡意 有一个时期 一连几个月 公园里突然绝了教主的踪迹 我们圈内谣传纷纷都说教主让四分局的警察给抓到监狱里去了 而且据说他是犯了风化案 那是一个三水街的小妖传出来的 那个小妖说 那天晚上她从公园出来走过西门丁 在中华商场的走廊上恰好撞见教主 她在追缠着一个男学生 那个小妖扎着嘴说 那个男学生长得真的标致 教主的样子醉得很厉害 连步子都不稳了 他摇摇晃晃地赶着那个男学生 问他要不要当电影明星 那个男学生起先一面逃 一面回头笑 后来在转角的地方 教主突然追上前去 张开手臂 便将那个男学生搂到了怀里去 嘴里又是洛阳桥又是白马公子的咕噜着 那个男学生惊叫了起来 路上灯石围拢了一大堆人 后来把警察也引去了 一天晚上 我们终于又在公园里看到了教主 那是个不寻常的夏夜 有两个多月 台北没有下过一滴雨 风是热的 公园里的石阶也是热的 那些肥沃的热带树木 郁郁蒸蒸 都是发着暖烟 池子里的荷花 一股浓香甜的发了腻 黑沉沉的天空里 那个月亮 你见过吗 你见过那样银鞋的月亮吗 像一团大肉球充满了血丝 肉红肉红的浮在那里 公园里的人影床床 像走马灯 急乱的在转动着 黑美狼坐在台阶中央的石栏杆上 他穿了一身星红的紧身衫 黑短裤 一双露着大脚趾的凉鞋 他仰着面 甩动着一双腿子炫耀的像一只初开瓶的小孔雀 他刚在莫老头导演的《春小》里唠叨了一个角色 初次上镜头得意的忘了形 原始人阿雄也不甘示弱 有心和黑美狼抢镜头似的 他穿了一件量子的泰丝衬衫 把上身孤成了一个倒三角 一条白帆布的腊肠裤紧绷绷地贴在他骨胀的大腿上 裤头一个鹅卵大的皮带铜环 银光闪闪 他全身都暴露着饱和的男性 而且还夹着他那一股山地人特有的原始旷野 他和黑美狼坐在一块 确实是公园里最触目的一对 可是三水街的那帮小妖 却并没有因此占了下风 他们三五成群的 勾着肩搭着背 木鸡敲的混响 在台阶上示威似的荡过来荡过去 嘴里哼着急妖野的小调 有一个肥胖秃头 穿了花格子下为一山的外国人 鬼祟地探索着走了过来 那些小妖便肆无忌惮地叫了起来 哈喽 公园里正在十分闹忙的荡儿 教主突然出现了 他来得那么意外 大家都射住了似的 竖得静了下来 默默地看着他那高大的身影 移上了台阶来 教主穿了一身崭新发亮的浅蓝沙式颈西装 全身收拾得分外整洁 趁得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愈发醒目 可是他脚下的步子却十分的吃力 竟带着受了伤的蹒跚 大概他在狱里吃了不少的苦头 刑警的手段往往很毒辣的 尤其是对待犯了这种风化案的人 有一个三水街的小妖拉错了客 让刑警抓去 狠狠地修理了一番 他出来是下哑了 见了人只会张嘴啊啊地叫 人家说是用橡皮管子打的 教主拖着脚 缓重地 矜持地一步一步 终于学到了台阶末端的石栏杆编曲 他一个人独自助力着 靠在栏杆上扬起了那颗白发蓬蓬的头 他那高大消瘦的身影十分临寻 十分傲暗 触立在那里 对于周围掀起的一阵窃窃 思语及吃笑 他都装作不闻不问似的 顷刻间 台阶上又恢复了先前的脑芒 夜 夜渐渐深了 台阶上的脚步变得越来越极拙 一支支的脚影都在追寻 在起探 在渴求着 教主 孤独地立在那里 一直到那团肉球般的红月亮 从他身后奄奄下沉的当儿 他才离开公园 他走的时候 携带了一个三水街的小妖 一同离去 那个小妖叫小玉 是个面旁长得异常交好的小东西 可是却是一个瘸子 所以一向没有什么人理睬 教主搂着这个小妖的肩 两个人的身影一大一小 拖带残缺地蹭蹬到 那从幽暗的绿山湖里去